周云在 书带子眼睛里就没你 周云不在 你就良心不安 那到底是在还是不在啊 在 不在 在 不在 在 周云 你回来了 吉弟 听说你为了找我 差点被流氓抓去 书带子 事情都过去了 干吗告诉他 朋友情不可忘 这是你对周贤弟的恩情 应该让他知道 我相信周贤弟一定会铭记于心 日后以色报答 好了好了 别说了别说了 周云 你怎么可以偷偷跑掉啊 你知道吗 我都担心得睡不着觉 对不起啊 吉弟 二位贤弟 你 雷吉弟 赶快给我出来吃饭 不然我全倒掉 快走吧 不然天教仪又发表了 快 吉弟啊 为什么不干脆告诉三六 说你喜欢他啊 我虽然没有读过书 但是不代表 我不懂修啊 我又不是让你直接说我喜欢你 那不直接说怎么说呀 你看吧 你果然喜欢他 哎呀你好讨厌哪 竟然他我的话 讨厌死了 哎 吉弟 哎呀什么哎呀 走路没张眼睛啊 哎 哎 周贤弟你说 雷贤弟为什么总是这么喜怒无常呢 他有心事 他有心事 嗯 除了找不到你的那一天 平常他都吃得好睡得香 不像是有心事的人啊 哎 树呆子 哎呀 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 哎呀 贤弟 你就别替雷贤弟说话了 他就是缺少书本的熏陶 所谓富有诗书气自华 雷贤弟就像未丁雕琢的石头 还须费心交话才行 其实吉弟最听你的话了 只是你看不出来而已 不不不 我还是跟雷贤弟保持距离为好 尽知不逊远则愿 在下实在是怕了他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 因为只有像雷贤弟这样朴实的人 才会满怀赤子之心 昨晚他对着上苍 如孩子一般祈求 希望上苍能保佑你别遇到坏人 别摔跤 别淋雨吹风 我怎么会不知道吉弟是这样子的人 就是因为我知道 我才要离开 请贤弟明示 这当中有什么必然的关联吗 解灵还须细灵人 你还是去问吉弟吧 他就是缺少书本的熏陶 所谓富有诗书七次华 雷贤弟就像未经雕琢的石头 还须费心交化才行 我还是跟雷贤弟保持距离为好 尽之不逊 远则愿 在下实在是怕了他 对 我是石头 我就是块石头 我们还说我是毛克里的石头 那要怎么样 至少我懂得好歹啊 你呢 你是猪头猪脑猪心猪肺 你根本就是块烂石头 他这么嫌弃我 还不如罪死算了 我可把丑话说在前头啊 不管吉弟回不回来 天一亮咱们就得走 臭老罗 你少在那儿乱说话 吓唬人啊 我们家吉弟 总是要回来睡觉的嘛 是啊 罗叔 雷贤弟他玩 八成是看到什么 新鲜好玩的事情 忘了吃饭的时间 等等他自然会回来的 对对对 天娇仪 食盒装好了 您带回房间留给吉弟吃 谢谢啊 我们家吉弟是饿不得的 我想啊 他待会儿就会回来了哦 客官 下次再来 谁干过石头醉酒的 不是喝醉 是文醉哦 你们想不想看石头喝酒啊 干杯 干杯 哎 喂 他闻到酒味就想装喝醉啊 这种人我见多了 想白吃东西啊 喂 喂 你的癌啊 你 来 食道不痛 食道不食道痛 哎 你醒醒 喂 喂 给你 够不够 哦 够了够了啊 来 吃菜 真是不知道死活 明知道自己不会喝酒 还拼命的喝 你和云烟都是一样的 有什么话不能说出来 非要女扮男装呢 你和云烟都是一样的 嗯 好 竹沙知 哎呦 哎呦吉弟呀吉弟 你是跑哪儿去了 快点回来啊 妈给你做好吃的 罗长 你有没有看到我们家吉弟啊 找到了没有啊 还是没有找到吉弟啊 我那个小挨刀的 他跑到哪里去了嘛 天骄啊 吉弟是个大男孩 怎么可能丢嘛 我不是小姑娘 你不用太担心啊 我们家吉弟他 他 怎么了你啊 不 我求求你了 我求求你了 你赶快去找到我们家吉弟好不好 天这么黑又没有线索 找人真的不容易啊 算了 我自己去 你不能去 我偏要去 听我说 天这么黑 你又不会什么武功 万一遇到坏人 怎么办 我管他怎么办 我就吉弟这么一个亲人 他要是不见了我也活不下去 别担心 这不是还有我呢吗 我会帮你继续找吉弟的 吉弟啊 吉弟 你虽然没有在妈的肚子里面住过一天 可是咱们你儿俩是两个人一条命啊 吉弟啊 你刚才说的话我都听见了 吉弟不是你亲生的 对不对 你胡说八道 你刚才明明说没在妈肚子里住过 你给我闭嘴 你个狐狸精 你个卖畅的狐狸精 哼 成天胡说八道 你要再敢乱说话 我撕了你的嘴 吉弟是我亲生女儿 是我的心肝宝贝 谁也不能和我抢 抢我就跟他拼命 没有人要跟你抢吉弟 我是来告诉你们 吉弟喝醉了 在我那儿睡得很沉 明天一早他清醒过来 我就给你们送过来 所以你们俩就不用担心了 我 曹天娇 你跟我说清楚 雷纪弟是你的女儿 什么意思 你听错了 我什么都没说 曹天娇 曹天娇 你今天必须告诉我 说就说嘛 凶什么凶啊 想吓死人呐 我们家吉弟是个女的 怎样 那他打扮成小子样子 做什么呀 谁叫你们家傻少爷 一直把我们家吉弟 当哥们儿 只好将错就错 这是个秘密啊 你们就好好走这趟标吧 别再给我添什么乱子 我就谢天谢地了 刚才 我是因为疾风了 所以我才胡说八道 你当作没听见 吉弟是我亲生女儿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喽 所以你现在马上要告诉我一个秘密 做交换 这样才叫做公平 这 你一定要告诉我 要不然我就一直跟定你 天天馋死你 天天馋死你 好了 我以前叫罗翼刀 功夫很好 行了吧 罗翼刀 是啊 管他呢 他会武功 那我跟吉弟保这趟标 好 搞定 这个秘密 换的真是值得 客官 有你的包裹我放门口了 哦 谢谢啊 谢谢啊 吴儿自去好酒乡路途遥远 不知脚下的鞋子 能否维持到目的地 唯母特为儿 赶至后领薛一说 公儿替换串用 唯母的心意 则寄托于薛子内力 妄儿细心体察 您啊 您还是放心不下儿子 既然我已经答应去了好酒乡 就已经接受我是留红酒了 请进 少爷 洛书 这是我娘送给我的靴子 你娘她真是个宽怀大量的好女人哪 洛书啊 想到我娘这些年所受的苦 我就悲从中来 我知道 你娘她这一辈子只想着 恨着 爱着了 她这辈子啊 都葬送在了无尽的失望中 可惜的是 错误早已造成 我相信你爹 会加倍地弥补你 让你娘的付出 更加值得 为了避免节外生枝 我没有让别人知道 你是刘家九庄的传人 所以这件事情 你一定要暂时保密 万不可泄露 三六明白 我特地来时想告诉你 雷基地找到了 贤弟去哪儿了 醉酒不归了 贤弟他闻着酒都会醉 怎么会出去买醉呢 总之 找到他就好了 三六 听罗叔我一句劝告吧 你和雷基地周云不同 你千里迢迢是为了认祖归宗 千万记住认你的亲生父亲 才是你唯一该做的事情 三六明白 三六会铭记于心 也不会辜负母亲的一片苦心 这人是谁 这人是谁 难道 这是楚越找到的妹妹 师父 师父 使不得 怎么 师父要做的事情 还要你插手过问 徒儿不敢 只是 他是我一个朋友 在这借助一晚 望师父给徒儿一个面子 这么快 就找到你二妹了 师父 他不是我二妹 他只是一个朋友 他想偶遇 师父 您愿意见徒儿了 倒是你 还敢见我吗 师父 徒儿不是故意违抗您的命令 只是 您让徒儿杀的那个人 我应该死 师父 您怎么了 东方不悔 那个万恶的魔鬼 他把我刺伤后 揣入河中 幸亏我命不该决 被一个好心的御夫救起 可是 我伤到了金国 真气涣散 武功也丧失大半 难道 师父 你还觉得 他的儿子命不该绝吗 师父 我愿意拿命 去跟东方不悔拼 但是 请您不要再伤及无辜了 是 淑月 淑月姑娘 谁 朋友 淑月姑娘 你睡了吗 我睡了 有什么事情 明天再说吧 那你好好睡吧 明天再说 看来 你这儿的朋友还真多呀 我这师父也是多余的 算 我还是走吧 不 师父 让我照顾你 我只是废了一顾 又没废手脚 师父 不许跟着我 我可以放下 我都会放下 你这儿的朋友 你不着急 我可以放下 你过来 我会放下 你这儿的朋友 我今天不过来 我还没看看 你怎么会放下 你不过来 师父 是你 说 你把高福帅藏哪儿了 师父 徒儿恳求你放过他 你把他藏哪儿了 快说 否则 我将你逐出师门 师父 福帅除了善良无害 不应该替死之外 他还有可能是我的二妹夫 徒儿恳求你饶了他 你果真 补灭师徒勤奋 初遇恳求师父 要么你替我杀了高福帅 要么你吃了这颗断肠碗 初遇恳求师父 对徒儿的栽培 只有一丝相报 但求师父饶了福帅 你这个叛徒 你们的师徒勤奋 到此为止 师父 今天我丧失了五宫 不能和你对抗 下次再见面的时候 你我就是施不良力的敌人 师父 不要叫我师父 我不是你的师父 你不是我的徒弟 师父 初遇从小被你待大 你的痛苦 初遇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 记得你曾经对初遇 说过的一句话吗 你永远是我的保护伞 其实在初遇的心里 你早已是初遇的母亲了 只为这一句话 初遇永远也不会忘记 您对我的恩情的 初遇永远也不会忘记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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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是 我这是在哪儿啊 我昨天晚上 不是喝醉酒了吗 怎么一下子变到客栈了呀 谁的房间 难道 我出现幻觉了 糟糕了 我昨天一晚上没回去 我妈肯定急死了 非得骂死我不可 等会儿我怎么说呢 说我迷路了 不行不行不行 迷路了 从现在才回来 我可以说 我刚才遇到了一个 腿脚不方便的老奶奶 我去做好试去了 对对对对 就这么说 就这么说 小挨刀呢 你还知道回来呀 哎呀 该来的还是来了 雷吉弟 你这个小挨刀呢 你还知道回来 妈 我说苦中的 你听我说了吗 你说什么说呀你 啊 好大的胆子 你敢在外面喝酒 啊 你怎么知道的 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我这个妈呀 今天非要让你尝尝我的棍棒 要不然你都会忘记你姓雷 好了 哎呀 罗正叔 你就让我妈打吧 她要不拿我出出信 她会内伤的 你以为我不敢 天桥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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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弟也是心情不好 你要多体谅他啊 天桥啊 昨晚你还说 吉弟是你的宝贝儿子 你真舍得打他吗 妈 吉弟 妈 哎呦 好臭啊 臭死了你 臭死了 你再喝呀你 哎呀妈 我真的是太冒失了 怎么能跟吉弟的母亲 说那些不该说的话呢 好臭 爹 娘 如果云烟果真是楚云 吉弟果真是楚星 楚月等于一下子找回了两个妹妹 就算师父不原谅我 甚至恨不得杀了我 我也是死而无憾 楚月 楚月姑娘 楚月姑娘 昨天晚上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匆匆忙忙的把我塞进小疙瘩的房间 这是为什么 还能有什么事 我得罪了江湖人士 是 他们要连上你 一起加害呢 那这个简单 我直接把左妃叫过来 给他们一点教训 不 我不想多生事端 福帅 我还有一些事情 咱们就此别过吧 你把我叫到这个地方来 而你自己却要离开 萍水相逢 相遇是偶然 分开是必然 你的欢喜阵就有云烟他们 也在阵上 你去找他们会合吧 云烟他们也来到这里了 嗯 你跟小哥的 一路要长点心眼 千万不要脱离他们呢 可是楚月 你说 云烟会让我加入他们的队伍吗 我现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福帅 别这样 我相信你 其实你是不知道 我现在就像一个跳梁的小丑 之前呢 在他的面前夸夸其谈 现在我就想找个地洞 给钻进去 昨日种种譬如昨日死 今日种种譬如今日生 什么意思啊 去迎回美人芳心哪 好好表现 喜心革面 我相信云烟最终一定会原谅你的 实话告诉你吧 我高福帅从小就富贵惯了 从来都不会去讨好别人 一般都是别人争先恐后的来讨好我 哦 对了 这个项链我一直帮你收着 现在该还给你了 你说这个东西 云烟她还会接受吗 你现在不要给她 等你们成亲那天 你亲手给她戴上 是你想得太乐观了 你想一想 一开始的时候我聚婚 接着呢 我到处宣扬她是一个丑把怪 她现在连杀了我的心都有 结婚 下辈子都别想 福帅 事情的开头是悲 不代表结局一定是泪水 人心都是肉胀的 我相信 只要你做一个顶天烈地的男子汉 这个高福帅 任谁都恨不起来的 我这个高福帅真是太不堪了 其实我最不会的 就是去猜别人的心思 跟人家赔礼道歉 福帅 女孩子要的不是道歉 也不是礼物 她们要的是一颗真挚的心 你好好琢磨琢磨 那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再见 等你赢得美人芳心的时候 我定会出现 记住 云烟他们住在镇上的一家客栈 一定要在他们出发之前 和他们会合 丑媳妇见公婆 躲是躲不过的 这样吧 楚月 一切尽在不言中 我祝你一路平安 放心吧 一定要记住我的话 当心陌生人 快去跟云烟他们会合吧 注意安全 少爷 我拟了个形成表 我希望以后大家能够按这个行成走 三六 你念出来吧 让极帝跟天交仪也听听 哎呀 这个行成表啊 就是往哪儿走走到哪儿而已 如果念出来的地方没去过 听了也是白听 啥事你说了就算 那我这个做领队的算是假的吗 不行 你给我报告报告 哎 这好不容易刚刚回了一个 光这个小村我们就耽误了很多时间 如果再不计划行程 我们会浪费更多的时间的 光在这儿听你这么啰嗦呀 你刚才要早念 现在都念完了 哎 哎 罗叔啊 我还是念给大家听一听吧 嗯 我不听啊 哎 等等 来 拿去 把账结了 这钱袋让极帝拿着 能行吗 好 怎样 你不放心 钱袋交给我们家极帝吗 哦 担心他卷款潜讨 就是 太看不起人了 哼 小麻花 你去陪陪极帝 嗯 是 去吧 我 念还是不念 念 哦 哎 没人啊 掌柜的不守着柜台 跑哪儿去了 掌柜的 吃饱了就好看路 掌柜的 雷姬弟 要不然我先去马厨看看 你去看吧 我在这儿等 行 行程就是这样了 嗯 今天还可以了 好了 我们大家回去收拾一下 准备出发吧 洛书 我东西已经收拾好了 我先去外面等你们 好 哎呦 哎呦 我 我腿麻了 哎呦喂 哎呦哎呀 啊 啊 啊 哎呦 啊 啊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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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酸啊 不过请提神呐 一会儿可以拿到路上去 帮我来一间 哦 好的 谢谢啊 姑娘 好久不见呢 你们怎么还敢过来 今天打扮成小子更俊了 小子更够我们俩了 不要客气 再靠近一步 我就大交了 你交啊 你交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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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抢啊 抓成道 是啊 来 来 来 抓成道 抓成道了 抓成道 别跑 来 来 来 别跑 别跑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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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是谁 你们别过来 我是回国部的 你们再过来 我就不客气了 前慢 前慢 住 住手 小子再来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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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小挨刀的 他得了失心疯了嘛 怎么带着钱袋还敢乱跑啊 真是 三六少爷的行李还在 人却不见了 两个人都不见了 少爷他从来不这样的 房间里也没有人哪 我们这样站着也不是办法 我们回大厅坐吧 或许他们只是在街上买点东西 各位 稍等片刻 好久不见 我家少爷特地来找你们的 你 回来 他们主仆一个样 你给我离他们远一点 是 云烟姑娘 我知道我多有得罪 但是你也容我慢慢解释 谁同意你叫我云烟姑娘呢 楚约把你引过来 就是为了揭穿我的身份吗 不 云烟姑娘你误会了 我的意思不是这样 我 我不听我不听 反正有你没我 有我没你 云烟姑娘 我们俩不是生死不共戴天的仇人 我求求你了 给我一个弥补的机会好不好 去去去 我跟你就是仇人 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恶人 搞了半天 我才是最大的傻瓜 这当了一路的娘子军头头 什么娘子军的头头 你给我搞清楚啊 我是领队 你是领队 你既不能闻又不能武 光这个小村子我们就走了好几天了 现在倒好还丢了两个人呢 那现在丢了两个人 你全怪我了 那你行 有本事 你来管 你来管啊 你要管就别有强 我就不信了 你 来呀 约约姑娘 自己给我解释 我跟楚岳姑娘真的什么样 走 求求你了 我把少放下 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呀 你听我说嘛 我们倒是走还是不走啊 不走 不走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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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吉弟和三六还没有回来 我们就是想走也走不成啊 小蛮花 你再想一下嘛 小姐 我是真的想不出来 我去后面找掌柜的 雷吉弟在前厅等着 我一回来他人就不见了 哎呦喂 我那个小挨刀的 到底怎么回事啊 才回来怎么又走了呢 这样 我们大家必须分头行动 以最快的速度找到他们两个 哎呀 可是 罗生书 怎么找啊 我和三六还有吉弟都是好兄弟 你们就多加我一个吧 哎呀 罗叔 他加入我就退出 哎呀 都什么时候了 还在闹情绪 多个人多个帮手啊 啊 云音啊 你天桥依说的有道理啊 哎呦 你们两个什么时候 同一个鼻孔出气了 哎 你们大家想想啊 我跟小哥的 其他地方都帮不了你们 咱们活累活 我们还是能干一些的吧 你别的不敢说 就是有两个破钱 哎呦 有时候有点破钱 哎呀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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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听我安排 嗯 小麻花和小哥的 你们留在客栈 嗯 说不定吉弟和三六少爷 很快就回来 一有他们消息 马上分头同志大家 哦 好 云烟和福帅一组 你们两个往村的西头去寻 我和天桥一组 在村的东侧打探消息 我 无论结果如何 太阳落山以前 我们必须回到客栈 来交换消息 明白吗 明白 我不要 我要跟天桥依一组 哎呀 你们两个女人家 别再人找不到 倒被别人拐跑了 洛书 你放心吧 我会保护好云烟姑娘吗 你管好你自己吧 哎呀 老罗 你真是想得好仔细哦 哎呀 这该死的破天 一点好事都没有 无聊透顶啊 哎呀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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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我回来了 老大 站里面给你带回来 对对对 别放过我 这袋子里什么东西啊 报告老大 里面是两个人 啥 你们两个破了 哎呀 来呀 我让你们抢人 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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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抢 抢 抢眼头啊 抢 抢 你们这包废物已经很吃力了 抢人干什么 添口粮啊 老大 这个钱袋 您先留着 孝敬你 你们觉得 你们老大 就缺这点三牙缝呢 啊 老大 我们要怎么做你才能开心啊 说了你又不听 听了你又不做 做了你又不认 认了你又不改 改了又不服 不服你们也不说呀 啊 服 服 服 老大里是什么东西啊 是个娘们 老大 你真审爱 真是个娘们 对啊老大 俺们知道 你啥都不缺 就缺那么一个 一个 压寨夫人 来来来 来来来 放我 小心点 小心点 放我 好 好晕啊 怎么晕晕糊糊糊的这个 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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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几个废物 我养你们有废用啊 书袋子你可看 你的节奏 老大老大 我给您戴上吧 还看什么 还不给我戴上 是是是 我不敢老大 老大我给你戴上 我给你戴正啊 我 你小子没戴过甲方 原来 原来你们土匪 这么注意形象啊 等会儿闭嘴 小姑娘啊 这你就不懂了 当土匪 也是一门学问 别拿豆包 不当干粮 要的要的 这位土匪大哥 还真能跟我说到一起去啊 既然这么喜欢 那就留下嘛 我这儿有什么有什么 保证你日子在人下呢 是是是 不可不可 好日子 我跟他还有要事要办 万万不能再死耽搁 再说了 我和他也不擅长当土匪 你还是放过我们吧 你们擅长当土匪吗 不擅长 那不擅长该怎么办呢 学当土匪 各位土匪 请听在下一言 孔老夫子有约 强人所难 非君子所为